南大洋西风带位于南北四十至六十度之间 是通往南极的必经之路 中年挂着六七级以上的狂风 最高峰立刻达十二级 被称为魔鬼海域 是所有航海者的渭土 从1984年开始 中国南极考察队几乎每年都要闯过这条海上渭土 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记忆 上海浦东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从这里到南极考察队要横跨南北半球 沿途经过数个国家的领海以及自由的公海 航行两万多海里 往返历时五个多月 中国第二十四次南极考察队 起码 189名中国南极考察队员从这里出发 登上了中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 远赴南极 执行中国政府的第二十四次南极考察任务 大陆极考察 这段孤独而又漫长的海上日子 在每一位经历者的记忆里 如影相随 难以忘怀 1984年11月20号 中国首次南极州考察队刚刚离开上海 在长江口迎面连续遭遇了两个台风气旋 船只虽然临时调整了航线 但仍然摆脱不了气旋的侵扰 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 向一夜小舟在五六米高的涌浪中摇摆前行 完全失去了往日批拨斩浪的风采 风浪中考察队下达了关闭甲板 所有队员只能在船舱中活动的命令 涌浪比较厉 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一会儿脚冲到底下 一会儿头碰上 有时候翻滚 有时候从船滚起来 我们考察队当中 百分之六十人从这运船 运船的人当中呢 由于少论呕吐 最严重点 把胃的黄鼠的吐船 四肢抽出 抽啊 给他输液 每天到餐厅吃饭的不到三分之一 有时候就几个人 为什么一闻到那个饭菜的味儿有多少心 一船的同志在他那窗边都有一个塑料筒吐啊 就像他有时候就像生一条大便一样 无情的风浪完全改变了这些初次远航队员对大海的美好向往 有的对人说呢 说大海啊大海 唱歌这个词特别美丽 也特别温柔 什么海浪轻轻的摇 什么战舰轻轻的摇 我看大海像后娘 像狼 就是这个 就是 都要惧怕的心 经过九天 近两千八百海里的航行 这支中国首支南极考察编队来到地球的南北半球分界线赤道 此时的大海变得风平浪静 阳光明媚 船只经过赤道 船员们的打轨活动是国际航海界的一个传统 只是至今没有人能考证这个传统的来历 1984年 中国首次南极州考察队第一次跨过了赤道 留下了中国南极考察队员 庆祝进入南半球的第一次记忆 早期的航海探险家们 对赤道无风带的海域充满了恐惧 突然平静的大海 让在人类航海初期 习惯大风大浪的探险者感到疑惑 他们以为这是深藏海底的鬼怪 要吞没他们 惊恐中 他们纷纷把衣物抛向海面 试图吓走海底魔鬼 同时互相扮成魔鬼 相互取乐 从此 过赤道大魔鬼 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船上的习俗 一直流传至近 如今 这些装备着现代化科技设备的考察队 已经没有了几个世纪前 先人们对大海的恐惧 但对于海上航行的每一个人 对大海的敬重始终如意 他们清楚 茫茫的大海上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给他们的航程 带来不可估量的变数 许龙号驾驶台 整艘船的神经中枢系统和大脑 它位于船舱的六楼 是全船视线最好的地方 各种电子和卫星装备 分秒不停地 密切监视船内外的一切动向 下达指令 指挥着庞大而复杂的船体 驶向目的地 在它的严密控制下 雪龙号仿佛一个海上的人造生态系统 不知疲倦地 沿着设定的航线 驶向地球的最南方 这里是整个船只的心脏 轮机动力间 巨大而轰鸣的发动机 每天消耗着36吨的重油和6吨的轻油 输出着17000马力的巨大动力 支撑着21000吨的雪龙号 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 航行在海面上 自1994年10月首航南极以来 到2011年 雪龙号以先后14次赴南极 四次赴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与补给运输任务 雪龙号是苏联解体前准备造的破冰船 属于北冰洋地区的一个运输公司 苏联解体时被中国政府以1750万美元低价购得 船厂按照中国的需求于1993年3月25日改造完工 从1994年到2006年 中国政府先后投入将近2亿多元人民币改造船只 使之成为了一艘先进的极地科学考察与补给船 也是现在中国政府唯一的 拥有破冰能力的极地科学考察船 目前据国内有关权威估算 该船限价应在7亿人民币左右 相比向阳红号 这艘雪龙号为考察队员们提供了更为舒适和完善的生活 工作 娱乐的条件 这艘海上蛟龙是中国极地考察队员心中流动的国土 一个依靠的家 海面上 雪龙号集体考察船不知疲倦地驶向地球的南方 如果一切顺利 雪龙号将用28天左右的时间进入南极圈 在这漫长的往返五万多海里的航程上 他们唯一可以歇脚的地方 就是南半球西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岗 在那里考察队将做短暂的停靠 补充油料和食物 装载物资 当他们再次启航时 在船头的前方 一个更可怕的海上敌人 在等候着这支考察队 只有战兽这个敌人 考察队才能进入南极洲 这个敌人就是在世界航海界 有着咆哮海域之称的南大洋西风带 在西部港口弗里曼特尔出发后 雪龙号的气象观测组 进入了更加紧张的工作状态 我们现在要穿越的这个 前期的弱的曲线是比较弱的 一旦穿过这个曲线以后 后面一个比较强的曲线 马上跟上 那我们要赶在这个弱的曲线之前 一定要穿越过去 这里的电子设备 密切地跟踪着前方曲线的动向 收集着世界各相关气象观测站 发出的观测信息 预报人员通过汇总 发出前方海域的天气预报 这些预报的准确性将直接关系着雪龙号考察船 未来几天的航行安全 根据外面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时机 什么时候往南走 什么时候只能向西走 就是这是个时机问题 与此同时 雪龙号启动了大风航行预案 为即将进入的西风带航行 做好备战 货物 就是在大风浪中航行的时候 我在绑杀的所有的货物 必须是牢固的 因为在这种大风浪中航行 如果出现这种货物移动 那么对你船也是致命的 历史上 澳大利亚冰岛号南极考察船 也是在穿越西风带时 出现了固定直升机的绳索 被巨大的摇摆力折断 三架直升飞机互相碰撞 全部毁坏 这次事故的最终后果导致了 澳大利亚冰岛号南极考察船 被迫中途返航 给澳大利亚当年的南极考察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与各国南极考察船之一样 中国的极地考察船 每次都要闯过这片魔鬼海域 才能抵达他们的目的地 南极洲 2004年11月18日 中国21次南极考察队进入西风带 随队记者站在船船勇敢地记录了风浪的威力 当年 这位年轻的记者可能还不知道 如果风浪再大些 系在他身上的安全带 充其量只是个心理安慰罢了 十多米高的浪打下来 巨大的冲力 完全可以把一个记着安全带的人 拍下海去 这里的海水只有零摄氏度左右 人体最多只能坚持三五分钟 人在巨浪中施救的时间 要远远长于落水者体能支持的时间 即使被救起来 也早就一命呜呼了 因为理论上船是铁板 水是这种很无形的液体 那么你船上唱上去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很轻的 对不对 皮波展望 你看那个根本没什么声音 但是真正当这个船跟那个涌浪 大的涌浪冲撞的时候 你听到的声音 就像这种钢板一钢板之间的冲击 你听到的这种声音 非常可怕的声音 在这种大风浪当中 船体机构相当扁淡型的 就是它会上下起伏 它有一种弹性的 你会听到我的主要的 像这种机构部分 它会听到一种 吱吱嘎嘎嘎嘎嘎嘎的声音 风浪中 两万一千吨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再次迎来了此次八万多公里航程中 最严峻的考验 这时 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操作失误 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所有的主要的干部 有的时候都已经 就在那个机场里车手了 机场里车手 保证船在大风浪行当中 不产生飞车血强 飞车是指 船驳在风浪中 由于前后颠簸起伏过程中 船尾部的螺旋桨会顺势高出水面 这时 暴露在水面外部的螺旋桨 由于阻力的消失 会造成自身的瞬间加速 出现发动机的超转速运转 当转速超过了额定之时 发动机将自动开启限速功能 船制的发动机将自动停车 这种后果是不堪设想 我们一般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像主线我们肯定要减速 历史上 雪楼号考察船 在穿越咆哮西风带时 最大的一次摇摆幅度 达到了惊人的42度 如果这个船是 这是零度状态的话 那就是一般 平时90度 就一般都已经斜过了 就整个船就斜了一半 到那个 像我们船上的这种主家版的话 它肯定就能转到水里去 作为一部船长的话 那肯定是以最快的速度 怎么样调整船舶航行 因为这种状态肯定是 船已涌浪 实在 很 那个 很有状态 震恨状态 一般的话 它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进行 我们现在是计算了 四锅西风带 如果说是控制在 20度 摇摆控制在20度以内 穿过那个西风带的话 我们认为实际是 是很不错的穿越 历史上 中国的南极考察队 曾在这片海域 留下了近似悲壮的航行记忆 1984年12月12日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 进入了西风带 此时 向阳红10号的驾驶台 气氛紧张而凝重 台山倒海式的黑色葡萄 汹涌而来 12米的巨浪迎面 排挤着17000吨的 向阳红10号 上万吨海水的巨大冲击力 把万吨的钢铁船体 拍打得剧烈摇动 摇动幅度超过了22度 这个时候 根据浪的周期 和自身的船长 而采取驾驾 来驾驾 我在西风带感到最大浪 是25多米号 基本上和浪的驾驾 主要考虑的浪 是吧 涌啊 主要考虑的涌浪驾驾 涌浪驾驾 基本是在230度 巨大的海浪 先过了船头 砸在船头的五吨液压吊上 硬是把钢铁做成的 驾驶台的门打飞了 五吨的船载吊车 轻刻变成了一堆飞铁 船上的300多名考察队员 在剧烈的左右摇摆中 开始了与风浪长达四天的抗争 队员们在没有规律的失众状态下 忍受着晕船带来的痛苦折磨 有的队员最后编了一个树口肉 很形象的把这个运船的这个形象给描绘出 我就是一言不发 二母无光 三餐不食 四肢无力 五脏翻腾 六声无主 七上八下 九卧不起 十分难受 从1984年到现在 中国的南极考察船 几乎每年都要穿越南大洋的西风带 迎接风浪的考验 完成考察任务 对于每一艘南极考察船来说 闯过南大洋西风带 无非都是幸运的 他们战胜了地球上最可怕风浪的 无情与残酷 有幸进入了另一个 神奇而美丽的滨海世界 南极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极洲 大陆四周是广袤的冰海 这片冰点下的白色海洋 美轮美奂 却充满了坚硬和冷酷 暗藏杀机 下集 冰区航行将带我们走进这片广袤的冰海 解读破冰船与尖兵较量的 每一个珍贵的历史片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